哈喽,大家好,我是金恩哥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比尔盖茨在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的演讲重点 委员创办人比尔盖茨 于2023年5月13日 在北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 由于盖茨从未真正从大学毕业 所以他自嘲地说 一个错学生对毕业会有什么了解呢 但这也是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在我未曾有过的毕业典礼上 我最希望听到的五个建议 第一条,你的人生不是弹幕剧 盖茨说你明天或是未来十年要做什么 并不意味你永远都要做这些 当他离开学校的时候 他以为会再微软工作一辈子 但如今,死散事业已经成为了他的全职工作 智力解决气候变迁 以及减少各地不平等现象 他说当他22岁的时候 根本很难想象他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改变思维或是尝试第二份职业 不仅可以接受 而且还是一件好事 第二条,在聪明的人也会感到困惑 盖茨认为在职业生涯中 总会遇到你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 当遇到这种问题时 首先要接受你会有不知道的事 不要固步自封 去找聪明的人向他们学习 他们可以是同事 也可以是你的同学 他说几乎他所取得的成就 都是来自于其他更有经验的人 人们会愿意帮助你的 关键在于不要害怕提问 而且你要终身学习 第三条,去做能解决重要问题的工作 我们正处于有许多重要问题 要解决的时代 有许多新兴产业和公司出现 让大家尽能谋生 又能做出改变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可以找到将你的才能 用在解决重要的问题上 比如利用技术来应对气候变化 利用技能确保所有人 都能从人工智能当中获得好处 当我们每天是活在 解决重要的问题时 将会激励我们发挥潜能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强烈的目标感 第四条,不要低估友谊的力量 比尔盖茨还在念书的时候 结交到一个朋友 保罗·艾伦 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 他从未想过这份友谊 竟然会变得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一起创办了微软 请记住 那些在学校遇到的人 不仅只是你的同学 他们更是你的人脉网络 也是你未来寻求支持 信息和建议的重要资源 所以不要低估友谊的力量 第五条,适当放松 并不代表你懒惰 盖茨说他以前不休假 也不过周末 他逼迫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要工作很长的时间 但随着变老 尤其成为一名父亲之后 他才意识到 生活不仅只有工作而已 花时间去培养人际关系 去庆祝成功 去抚平你的伤口 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 就去休息 当周围的人需要休息时 请对他们保持宽容 他也语重心长地说 在开始下个阶段之前 花点时间去享受吧 这是你们赢得的 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 比尔盖茨给大家的五条建议 第一 你的人生不是丹幕剧 请去尝试不同的工作 第二 再聪明的人也会感到困惑 所以要终身学习 第三 去做能解决重要问题的工作 你将会更有热情 第四 不要低估友谊的力量 友情会成为我们重要的支柱 第五 适当放松 并不代表你懒惰 因为你值得休息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请大家帮我把影片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剑人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